恒春张姓女律师家门前 冬一块黑系一块黑 还有一包包黑色物体 竟是被人丢职利清包 让张律师的家人吓坏了 光天化日下公然丢职利清 教训意味很明显 而被针对的就是长期关心 针边恒春议题的这位张姓女律师 女律师为了迫见墾丁转运站 而北上抗议 当时只有弟弟在家 但她认为嫌犯疑似是 墾丁大街摊商或房东 像她之前就曾公开指出 墾丁大街摆摊不合法 房东收租也违法 底下就有人留言反抢 每天看你在那边嘴 实际上又为恒春贡献什么 警方已经调阅监视器 研判当时是一人开车 一人负责丢利清 而恒春脸书社团管理员 也呼吁大家保持理性 尊重彼此意见 以免伤了和气 对地方建设也没有实质帮助 记者张秋华评论报道